我们进入地球 开启了人生的旅程 但是作为来地球历险的一部分 我们认同了一条独特的游戏规则 那就是我们同意暂时遗忘 对生命真正本质的知晓 大家好 欢迎来到玄乎神乎 我是小兰 我是清风 我们的存在远远超过我们的认知 我们不仅仅是由肉体构成的 我们还有灵性实体 一些有过催眠经历的人 他们发现了一条独特的游戏规则 那就是我们进入地球 开启了人生的旅程 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作为来地球历险的一部分 我们选择同意暂时遗忘 对生命真正本质的知晓 也就是说 想来地球体验 就不能带着明白一切的记忆来到地球 对 那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为什么要到人间 我们就必须要遗忘一些事情呢 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提出这么一个观点 就是大部分人降生在地球后 都会忘记一些重要的事 那就是你是一个无边的灵魂 地球只是你旅途中的一个中转站 虽然只是站短的停留 但却是灵魂之旅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神性 这是我们存在的神圣本质 死亡只是一个幻觉 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我知道对于人为什么 在投生到人间的时候 会忘记自己的前世 忘记人是有灵魂存在的 对于这样的问题 宗教中应该是有解释的 对 尤其是佛教 主要涉及到轮回 业力 学习经验和修行的概念 佛教的教义中呢 轮回它是一个核心的概念 也就是说 每个个体生命 都是要经历生死轮回的 在不同的人世中 有着不同的经历 而这一过程 都是跟每个人的业力有关 而忘记前世的经历 也是为了在当下的人生中 专注于学习和体验 学习应对各种挑战 学习应对各种情绪 最终呢 是为了解脱 另外呢 佛教中也强调 个体的自由意志和责任 所以我相信 对前世的遗忘 也是个体生命 自己要选择这么做的 这样才能不让自己 执着在过去的经历里 而全身心的关注在当下 那如果都带着前世的记忆 那可就麻烦了 每个人都有 很多前世的轮回了 要是都能够记住 你以前的经历 人的大脑应该是承受不了的 虽然现在有很多孩子 出生以后还能记得自己的前世 父母是谁啊 家在哪里啊 而且呢 有些孩子还能说那个地方的方言 但是他也只是前世的那么一点点记忆 没错 前些日子哈 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 有一个叫布莱克的孩子 三岁的时候呢 有一天他站在家门口 看着哥哥在等小车 这布莱克呢 对哥哥喊道 离开马路 车要来了 说着说着呢 他就开始用手啊 捂住左耳 我的耳朵疼 他妈妈问他 为什么会耳朵疼啊 他说卡车撞到我了 他妈妈以为是托尔索的孩子 用这个玩具车打到他了 于是就问布莱克 谁用玩具卡车打你了 他回答说 一个男人 妈妈又问 一个男人用玩具卡车打到你了 他说 不是玩具卡车 是一辆大卡车 妈妈说 是马路上开的那样的卡车吗 布莱克说 是的 他的妈妈就感到很困惑啊 就问 你是在哪里被撞到了 布莱克回答 马路上 布莱克的妈妈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但是呢 他当时想起了 魏斯博士写的关于转世的案例 心想啊 会不会是我的儿子 也有可能是带着前世记忆呢 于是啊 他就问儿子 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布莱克详细的解释了 卡车是如何撞到他的 还说自己被卡车的轮子撵过去了 全身都受伤了 布莱克说的时候 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妈妈问 后来发生了什么 布莱克说 那个男人把我放到卡车里 然后带我去了一所学校 他的妈妈想 不可能是学校吧 对于一个三岁的孩子来说 任何大的建筑 都有可能被当做是学校 也许是医院 这妈妈就继续问布莱克 发生这个意外的时候 你的爸爸妈妈在哪里啊 布莱克说 在商店里 这我猜到了啊 很有可能是这孩子 当时在家长没注意到的情况下 他走出商店了 然后就被那个卡车给撞到了 很有可能是这么回事啊 他的妈妈就想 一个三岁的孩子 怎么可能想象一辆卡车的轮子 从他身上碾过呢 而且他还描述的如此的详细 说这车子是从身体的左侧压过去的 他就想 会不会是孩子从这个电视里看到了类似的情景 可是想也不会啊 因为他们从来不让这么小的孩子单独看电视的 就算是让他们看 也都是家长陪着看 不过也许有例外发生呢 于是呢 他就问这个布莱克 是不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样的画面 想不到这布莱克生气了 布莱克说 不是 是在街上发生的 然后妈妈小心翼翼的问道 那你死了吗 儿子以非常随意的口吻说 是的 妈妈感觉这儿子完全不是在开玩笑啊 也不像是编出来的 而且孩子还对他提出的问题感到相当的恼火 这一切都说明或许这个孩子是带有前世记忆的 一周以后呢 一辆大垃圾车经过了他们家的门口 布莱克告诉妈妈说 那辆车跟撞到我的卡车很像 布莱克的妈妈决定啊 不再跟儿子提这件事了 但是想不到 布莱克似乎已经被这件事触发了什么 他开始变得沮丧 抑郁 而且越来越严重 他突然就变得不爱玩了 平时开朗的这个天性和幽默感也消失了 他经常会茫然的盯着电视 或者是凝视着窗外 妈妈对儿子的这种变化是非常的担忧 也感到内疚 但是因为当时呢 还要照顾家里的另外两个孩子 所以呢 也只是有空的时候 他就会试图让儿子振作起来 从阅读到玩拼图 还会播放这个布莱克最喜欢的音乐 起初布莱克会做出一些积极的回应 有的时候呢 还会跳舞 但是过了一会儿 他又会坐在沙发上 开始发呆 后来布莱克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了 每天都抱怨他的手臂疼 腿疼 或者是眼睛疼 但是都是身体的左侧感到疼 当他妈妈想安慰他的时候 他就会让妈妈离开 妈妈说 也许我能帮到你呢 你知道妈妈非常爱你 可是您知道这布莱克 他是怎么回答的吗 I love you too 说对了一半 布莱克说 我爱你 我也讨厌你 这个让他妈妈够伤心的 没错 三个月以后啊 当他们全家去伦敦过圣诞节的时候 一件可怕的事 让布莱克的妈妈 似乎找到了这个孩子 个性突然发生改变的原因了 圣诞节期间 购物者很多 当他们站在马路中间的 中央岛上等待的时候 一辆大卡车拐了过来 想不到这个时候啊 布莱克突然跑向了马路 站在了那辆卡车必经的车道上 他的妈妈尖叫着 就让布莱克回来 但是布莱克似乎对 即将发生的这个危险 完全不在意 就愣愣的站在马路中间 幸运的是 孩子的父亲反应迅速 把布莱克拉回到了安全的地带 卡车司机就冲着 他们大叫啊 责备这个父母为什么不看好孩子 这个事儿让布莱克的妈妈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了 孩子的抑郁症会不会跟他的前世记忆有关呢 布莱克在伦敦的行为会不会是过去生命记忆的一种表现呢 后来布莱克的妈妈决定正视孩子的这个问题 有一天呢 他就跟孩子说 布莱克你被卡车撞了对吧 他回答是的 然后妈妈说 但是那是另一种生活 你当时呢是在不同的身体里 有一个不同的妈妈 布莱克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他完全听不懂 他说 什么是不同的妈妈呀 妈妈给他做了解释 并且安慰他说 现在你安全了 之后呢 妈妈开始告诉布莱克 今生今世 他周围的所有亲人 他们都是谁 想不到呢 布莱克马上就接受了 从第二天开始 困扰布莱克的这个抑郁不见了 他又成为了以前那个快乐的孩子 而之前他抱怨的身体左侧的这个疼痛感 也完全消失了 这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可以说明带着前世记忆 未必是好事的案例 你看啊 带着以前的记忆 真的会让一个人的脑子乱掉 思维都会混乱了 布莱克跟他妈妈说 我爱你 我也恨你 那个恨是从哪里来的 不就是来自前世的记忆吗 而且呢 这还只是他带着那么一点点的前世记忆 就已经会受到那么大的影响了 要是能记住生生世世 我跟你说 那就麻烦了 出门你都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了 向左走 会撞车 向前走 也许掉进一个大坑里 那你向右走呢 说不定会遇到一个你最不喜欢见到的人 你说你怎么办 那就在家待着呗 其实呢 很多人因为看到了前世啊 所以对轮回产生了很大的执着 所以自己也无法摆脱 是啊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会想哈催眠它也未必是个好事 但是呢我们还是能从那些被催眠人的经历中 得到一些人生的启发 而且呢我们听到过很多有关宾思体验的人 他们都提到人生的目的是学习 地球就是一所学校 那这么看来 前世的经历啊 那是前世要学习的功课 跟这一世要学的功课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前世的记忆对这一世 它也不一定会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说不定还是个障碍呢 这么说也有道理哈 说不定这就是神定的规则 让你先忘记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要你凭借自己这种先天的本性去体验人生 过程当中呢 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苦恼困境 看你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提升自己 等到生命结束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你比如这个释迦摩尼佛啊 来的时候一样啊 记忆被抹掉了 然后呢要靠修行 最后在菩提树下 坐上七七四十九天 最后开悟 你看哈 连佛来到人间 他也要忘记过去的事 这就应了你刚才说的 是神定的规则 不过啊 说了这么多 其实呢还是回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灵魂是否存在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属于人一生中被遗忘的记忆之一 轮回的问题啊 其实就说明了灵魂是存在的 而且灵魂还不局限在一生一世 灵魂是可以轮回转世的啊 完全超越了肉体的死亡 那说到死亡 我们以后会给大家介绍一本 专门谈到死亡的书 西藏生死书 没错啊 这书里揭秘了很多 大家不知道的信息 非常有意思 所以呢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赶快按下订阅按钮和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呢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话题了 玄乎神乎 看不透的大千世界